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玩 今天要去修几个保鲜柜 一共有十来个 拉了一车的配件 现在给大家看看我都拿的什么配件 这次拿的配件比较多 把三六车的车头全装满了 刚才去修了个燃气道 拿的燃气道的配件 这些是漆焊制冷剂 600A的和134A的 这个是 保鲜柜专用的 铝片 这铝片 看拿多少 拿了五片 这片下边 这个就是压缩机了 放了三个新的压缩机 还要换三个压缩机 拿了一袋子 单向盘 一会去给它换上 这些活 我估计需要干一天了 一共十台 现在就出发 现在已经到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些保鲜柜 全是啤酒柜 一共十台 整了个大插排 两个压力表同时可 这样修起来 这样修起来比较快 一个表不够用 抽真空抽半天 先换制冷片 再换压缩机 现在已经把铝板换上去了 它这个保鲜柜上面带个风扇 正好可以增加冷气的循环 这个铝板结霜以后 风扇一吹 整个环境都特不凉了 换上去以后也特别好看 几乎看不出来是后改的 宽度也真合适 这种保鲜柜 为什么不到三年漏的这么多 大家看看 这个是保鲜柜的高压管 这个高压管 这个厚度 连0.5毫米都没有 特别特别薄 高压都漏了 看这个薄度 和刀片一样 高压都这么薄 低压 在水的腐蚀下 很快就烂透了 所以这种保鲜柜坏的特别多 一修就是十几台 买新的也没用 两三年 不管活 厂家就保一年 一年不坏 过来一年就再坏 铁管用这么薄 要不坏 咱们维修工就没有活干了 这个是换压头机的 这个管原来就是铝牌的 管没漏 压头机烧了 换了个新压头机 保鲜柜多 一起修就是比较快 几个小时 修射台 一会就修完了 两个半同时抽真空 现在修的是第一批 过两天还有一批 以后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修一批 到夏天就这个东西用的多 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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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